大家好 今天来种脚板鼠 看这种就是脚板鼠 这种构头小的 拿它做主 那种大的 有几斤种一个 脚板鼠它是一种长相不规则 鼠类的快径 它的形状有一点像人的脚板 所以它叫做脚板鼠 它富含有维山素 淀粉梅等多种营养成分 有很高的食用价值 它是一种 曼山的斑圆状植物 它的快径有紫色和白色的两种 你看这种就是紫色的 它的主牙都是紫色的 它的肉质细率 淀粉含量很高 它的繁殖方法 都是用这个快径繁殖 一般是在 在四月份左右种植 在十月中下旬左右 就有收获 它的母产量 可以达到几千斤 在我们江西农村 有一种最经典的吃法 就是 把这个搅拌鼠磨碎 加淀粉和面粉 用植物油油炸都吃 很香 也可以炖骨头 青草都非常美味 今天我就来分享 这个搅拌鼠的种植过程 这个搅拌鼠 就是像种马铃薯一样 用这个派进板子 看这个是紫色的 这样切开来 像种马铃薯一样 然后拿这些切好的薯片 沾上这些草木菲 就拿到地底去做 摘了草木菲之后 就拿到地底去做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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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搅拌鼠就做好了 客气管理也非常简单 就是等这个苗出来了之后 要打个架子 因为它是一种谭曼班员造主物